曾经双方有着第一次的交锋 没错 二番战的过程当中 我们能够感受到两位选手 其实都是对于对手 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视 是的 双方都要去捍卫自己的荣誉 其实从现在积分来看 罗天龙上一场比赛是拿到六分 没错 李浩杰是拿到了三分 这只是一场超级战 但是背后我们看作 其实也是提前上演的冠军之战 是的 刚才罗天龙的双向打击 后出基辅杰前手的鸡头摆拳 李浩杰还是一如既往的非常稳健 没错 应该说在这个级别 没有人能够忽视李浩杰的速度 和罗天龙的力量 是的 李浩杰他的技术根基是散打 可以说是相当恐怖 能拿到过两个散打大省 河南省的省冠军和河北省的省冠军 是相当恐怖的 非常恐怖 而且早期的时候 也是和父亲去练习传统武术 也是把很多的传统技法 放在了综合格斗对赛道 是的 刚才罗天龙也是神龙白尾 后手大白拳 这场比赛感觉李浩杰 还是比较敢于使用较为大胆的 这种大幅度的后手轮板技术 确实可能之前的比赛当中 他的拳法的打击的密集程度很高 但是在效果方面 可能还是要更加的去加强一些 目前为止李浩杰 已经是多次的去打击 罗天龙的腹部 这个距离把握的是非常的好 那么罗天龙是非常令人恐惧的 就是前手这种幅度非常小的小平勾 没错 而且现在我觉得如果进到近身的话 他的残暴和暴摔的力量也是非常的好 是的 侯与老师说这个真的是到点上了 因为双方真正还没有到这个环节呢 现在双方都是在作为中远距离的一个相互试探 一扫踢 双方现在第一回合 其实打的也是非常的谨慎 高扫 其实这场比赛如果罗天龙 陷入到和李浩杰的这种 目前的作战的状态下 其实比赛越往后拖 对自己是越不利 没错 确实因为他的打击频率和打击的方式 跟李浩杰确实不太一样 而且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 比赛是压缩到了三个回合 比赛的节奏会变得更快 是的 所以说现在罗天龙还并没有说是 任何采取禅暴或者是冲暴的意图 没错 这边的话 我们也是注意到李浩杰在比赛开始之后 一直是在采用这种上不打负的动作 是的 这种上不打负确实感觉 打击距离非常的远 而且后手的这种肌腹和肌头 能够去作为一个子母舰的技术 没错 尤其是如果能够击中 对方的身体中线的太阳神经丛的话 也会出现KO的效果 是的 罗天龙的前手中段扫踢 前腿 暴摔的假动作 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第一局的比赛 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三分钟了 前手的点次 我觉得现在可能在这个赛期 也没有人敢去忽视罗天龙的暴摔 是的 上钩前手 李浩杰我们看到他的打击的密度 是非常的密集 看到 这就是X维度 就是刚才李浩杰是打入之后 进行一个肩膀的贴靠 贴靠之后趁着罗天龙还没有完全归附到平鸿 马上进行追击 没错 这边的一个上步 还是很希望能够去跟罗天龙拉近距离之后 打这样一个连击 同时能够安全地撤出来 是的 再次看 确实李浩杰他的拳法要更加的细腻一些 这样的话对罗天龙其实是很不利的 因为你看一直是被压制的 看 就是他的打击和攻击的频率 在目前来看的话 第一回合是展翼式的 是的 感觉是罗天龙想要去出 但是并不能录取达到像李浩杰的这种出拳的密度 一直也是在比赛当中强调 这场比赛可能是机关枪去对阵火炮 李浩杰刚才的骑腿也是提前被李浩杰预判掉了 李浩杰前腿的重拦扫踢 但是大家现在依然是 包括李浩杰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毕竟留给他的容错率真的不高 是的 手 现在你看对于罗天龙来说 他也许在后面铺垫的就是自己的冲爆 但是到目前为止 所有激活罗天龙的对于李浩杰 他的打击都是属于 他打完之后马上撤出 没错 这边抄腿 也有可能是罗天龙在第一回合 在尝试李浩杰 有没有什么新生的技巧 还没有展现出来 是的 但是我们确实 不知不觉第一回合就过去了 不要忘记这场比赛是三回合 打击 好的 放倒 上位砸拳 非常的壮 好的 双方第一回合结束 也许我们刚才的猜测是对的 也许罗天龙呢就是想利用的最后的鸡毛钟时间 为自己的摔法 就是和李浩杰的这种近身缠暴 双方做一个听劲的比拼 而且在我们看到尽管是为数不多的 让对手失衡的状态之下 罗天龙依然打出了很高的输出 我们看一下上一个回合当中 李浩杰连续的这种上步的拳法肌腹 多次的是点中了对手的身体 是的 所以说整个对于控场来说 除了这最后的一个接腿摔 其实李浩杰还是占据了这个控场 较为明显的优势 我们看一看第二回合 罗天龙是不是能够火力全开 我们的猜测是不是正确的 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 一间休息的一分钟 真是转瞬即逝 马上即将进入到这场比赛 罗天龙和李浩杰的第二回合对决 第二回合 经过一个回合的试探之后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战术和场上的形势 会不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就是在第一回合当中 李浩杰非常这种立体的全方位的拳法 给罗天龙起到了一些压制的 所以我们看到屏幕的左下方 已经出现了上个回合的有效的打击次数 在身体方面的话是24对5 确实李浩杰第一回合的打负的战术 起了非常明显的效果 是的 因为李浩杰的这种基辅 他还是有自己的另外一种 好像是眼睛 场财王菲老师可能也是要稍稍暂停下来 在屏幕的左下方 已经是出现了我们累积的商庭的倒计师牌 整场比赛的累积商庭是5分钟的时间 我们看一下可能是刚才双方在触碰的过程当中 罗天龙的手指可能是碰到了李浩杰的眼睛 所以长财王菲老师还是要去口头 警告一下 好 比赛继续进行 因为李浩杰作为这种直线拳法 其实他起到了一个封堵的作用 如果罗天龙想要去晋升 那么直线的拳法就好比是侧踹腿一样的一个效果 因为拳法来说李浩杰的身高要比罗天龙要稍微低一些 对他来说去比较容易的能够去进行下潜 达到直线拳法去封堵罗天龙腹部的效果 而且他的这种打覆的技术 感觉跟这种单向的职业拳击的打覆还是稍稍有些区别 更是注重于渗透力 没错 渗透力而同时也是快打快出 非常的具有安全性 是的 这场比赛真的 李浩杰的技术术选择是非常的巧妙 第二回合目前的话也是 还剩三分三十秒 果然啊 直接被李浩杰预判到了 我们可能一直没有发现李浩杰的这种防守的意识 但是一旦当罗天龙出现爆摔的时候 瞬间就被化解掉了 因为如果是远距离去冲爆李浩杰 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是 还是要注意在这个中近距离的掌控 包括在上部的一瞬间能不能够化解掉对方的防摔 是的 在一次的刚才李浩杰又是前手的击头与基辅的双向打击 是 还是要 叮嘱一下罗天龙比赛是三个回合 连续看到前手能够达到前手平钩的连击 三拳连击 作为李浩杰来说的话 他在比赛里面还是更多的使用自己的出拳频率 再一次确实真的是非常巧妙 没错 当然罗天龙所希望的是李浩杰不移动跟他进行这样一个阵地的战力对拼 我们的左下角呢也是显示选手的比赛总共的恢复时间是有五分钟 好 比赛继续进行 这个回合还有一半的时间 双方的移动现在也是开始加快了频率 现在特别是罗天龙如果说再不去在频率上面有所突破的话 确实被李浩杰牵制一直是在被李浩杰牵制 毕竟是对方的攻击的密集程度和出手的次数要远远的高于卢台 因为之前我们说到伊布格勒对陈生辉的一番战 当时就是陈生辉就出了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他一直想要去进 但是正是因为伊布格勒是不停的有效的进行步伐上面的一些的调动 包括这种控制等等 这就是连续的打击 非常难 这种直接冲爆还是不容易的 没错 对于李浩杰来说真的是 真的是做到了这样的一个如水的境界 我们看到不管对阵的是怎样的选手 都能够拿出有效的防守方式 这场比赛我们看到李浩杰确实在拳法方面密度方面 据上一场比赛又有着非常明显的提升 连续的两次拳法的连击 这一点对于罗天龙来说的话确实是比较棘手 他每次的比赛在赛前都要一定要去想清楚 我有什么杀手锏能够去遏制住对手 而且每个人都是很全面 但是你这种真正能够遏制住自己对手的杀手锏 应该是你最核心的技术领域 没错这边的话罗天龙现在感觉还是不在不断的去压制 或者是想要去控制住李浩杰的一个移动的空间 但是李浩杰确实是做到了这场的灵魂 是的刚才罗天龙的后手圈打到 还是应该多追求自己的后手圈再次打到 听说双方啊还是啊作为这种中远距离啊 这场比赛真是一场拉锯战 没错高扫踢 那罗天龙也是在寻找着 如果有一个时机就可以打出一击制胜的后手圈 前手后手 因为双方在这个级别啊 能够去真正达到这种单拳 就一锤定音啊 不是每个人都能具备像吴泽这样的超人实力 没错这种爆发力来说的话啊 虽然都是具备很强的这种爆炸的威力 但是吴泽跟罗天龙的方式还不太一样 连续的 接腿 下盘实在是太稳了 看到李浩杰确实也是 这场比赛啊对于罗天龙来说啊真的是非常的不妙 是 那么第三回合 可以说啊 如果没有两个字突破的话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啊 目前来看前两个回合其实还是被李浩杰拿到了一个控场的节奏 这个对于罗天龙来说的话 这个对于罗天龙来说的话他的重击包括他的爆摔其实是非常不利的 尤其是比赛当中他没有打过没有打出很好的这种伤害的效果 所以观看 连续的两次他的爆摔都是被李浩杰所化解掉 这季后手 双方即将进入到第三回合 Ready Ready Five 第三回合 决胜局 其实我们如果从赛制来看的话或者是从心态来看的话 罗天龙呢他其实会更加的有一些优势毕竟拿到六分 刚才罗天龙呢是主动的进行爆摔 但是又是被李浩杰啊第一个落点就防掉了 屏幕的左下方又是出现了上一个回合双方的打击的次数 头部的话竟然是打成了19对十字 后手 果然是来到这个位置 想要去进行把位的掌控 我们看两个人的强把终于是进入到地面 还有四分多钟的时间 所以说这也是罗天龙啊非常难得的机会 没错 这边的话李浩杰一直是在做一个蝴蝶式的防守 我们看他是想要倚靠龙边啊 又搭搭到了对方的后腰的位置 还是想做怎样的一个逃脱的方式 现在罗天龙呢他还是以控制为主 因为啊据双方的第一轮的对决 李浩杰的起身的速度实在是太快 没错 上位的控制 我们看罗天龙现在还是需要去施加一些压力 甚至是去追求一些打击的效果 看到李浩杰已经是让自己的背部贴在了龙网之上 现在罗天龙要做一个角度的转换 是头部的压制啊 这个让李浩杰是非常的不舒服 我们看接下来该怎样去处理最后的三分三十秒 李浩杰刚才有一个挑钩 现在罗天龙啊还是 他毕竟啊要以控制为主 李浩杰你只要是稍微给他一点点的空间呢 就会马上逃脱 没错啊 这边的话上位也是慢慢的去 拉近和对手之间的一个距离 这样的话 其实罗天龙的上位打击很难打出伤害和效果 现在对于剩起来的三分钟时间啊 如果罗天龙仅仅是做这种控制的话呢 其实对于自己并不算是真正的具有优势 没错 这边必须是寻求比赛的突破 打出效果 KO甚至是降服 是的 再来 再来 再去爆摔 确实不得不称赞李浩杰的逃脱方式太强了 也是车轴汉子 没错 拜 罗天龙现在压力越来越大 拜 因为如果是想要给李浩杰产生真正的重击啊 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不记得在JCK战决城有谁能够去给李浩杰真正头部产生过重击的 没错 甚至说这种击倒之后的追加效果更不用提了 所以说对于罗天龙来说 在赛前啊 其实很多的网友预判说如果罗天龙这场比赛能够去打出像真正的一种蟒蛇一般的贴身缠斗 也许是罗天龙为数不多的去看 下前爆摔 李浩杰直接爆摔 这就是啊要给对手亮剑 没错啊而且甚至我觉得可能刚才的那一下也是能够为了接下来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去做个铺垫 是的 控制爆摔 因为本身散打的技术领域呢对于双方的这种插棚也是有着非常详尽的比系的好 放倒之后罗天龙 这是罗天龙啊非常重要的机会了 现在你看李浩杰非常的善于利用场地 没错这边的话又是从刚才一个半爆腰的位置恢复到自己相对比较安全的位置 是的 一分半的时间 还是那句话现在留给罗天龙打出效果的时间真的是不多了 最大只有一分二十秒的时间 现在罗天龙确实对于李浩杰来说在上位的这种控制 还是为什么罗天龙不能够去做这种非常坚决的马上去挺身 实施这种火力全开的地面砸击 还是去担心啊李浩杰的这种极强的逃脱力 确实是这样 而且是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去进行这样下线爆摔的话 如果不能成功其实也是会浪费大量的体能 是的 其实即便呢有很多次确实你看 李浩杰总是能够啊去利用自己的这种逃脱的本能啊 去反倒遏制住上位选手啊 能否持出自己真正啊具备的上位的重击能力 他在上位的压制时间确实很长 刚才李浩杰要的三脚锁嘛 哈哈哈哈 确实很难 难得看到李浩杰去想要去做这样的一个降伏技的布置 但是现在一直是在进行打击 双方的最后时刻20秒钟 身体头部啊总之是要全力的进行输出 是的 还是在进行压制罗天龙最后的十秒钟依然不放弃 我们看到上位的杂拳想要打出更加有爆炸性的伤害 三脚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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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最后的看分还是要留给我们的场外打分 编才老师们 让我们耐心地等待一下本次的最终判分结果 从整场比赛的表现来看 其实两位选手呢 也都是比较完善的去布置了自己的一些大场上的战术 同时呢执行和贯彻来说的话做的相当不错 而李浩杰的这种快速的移动 包括像比赛当中依旧是非常非常熟悉的这种联机 甚至是针对向罗天龙爆摔之后的逃脱 做的可能会更加的有效 当然罗天龙的地面的控制 包括在上位的时长 也会为他争取更大的优势 所以这场比赛最后的判定结果 还是要交给我们场边的采法老师 下前爆摔 这一下其实李浩杰险先拿到第三回合最后的控制时长 当然我们看到罗天龙依然是最后的机会 也是没有完全的放弃 上位的控制 上位的杂拳 清泄着自己的火力和复仇的奋力 我们看刚才比赛当中李浩杰连续的打负 其实应该算是今天比赛当中他技战术当中的一个亮点 近身的缠斗 高扫 当然最后我们看这边抄腿来说的话 对于罗天龙上位的杂拳 我们还是在耐心的等待最后的盘分结果 这场比赛当中的一场比赛 确实双方熬战三个回合也是相当的接近 比赛当中的一场比赛 这场比赛的最终裁定结果如下 一号裁判28比29 judge number one 22 29 二号裁判28比29 judge number two 28 to 29 三号裁判28比29 judge number three 28 to 29 本场比赛三位裁判一致判定 蓝房上 下面时间掌声有请颁奖嘉宾高帅先生 感谢本场嘉宾 感谢双方选手 胡天龙请留步 胡天龙首先恭喜你获得了这场非常重要的 意义重大的比赛的胜利 其实对于很多选手或者对于很多全民来说 那么李浩杰就像是盘踞在 除量级的这个级别的一条龙一样 那么你今天呢完成了屠龙者的角色 也成功地终结了李浩杰的十三场连胜 此时此刻什么样的心情 跟我们分享一下 特别激动 然后我就感觉一切付出了 一直坚持 这就是信念对我来讲 我没有完成这个信念没有打败他 对我有在职业生涯里面会特别遗憾 因为我不想很早之前来参加 GCK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说过 我不想给自己留遗憾 那么从上一场比赛的实力当中呢 你学到了什么宝贵的经验 那么这场比赛又做出了哪些改变 没有改变 就只有一个信念 对就想要打败他 来证明自己 那么这场比赛的胜利呢 也不仅仅是你个人的胜利 更是你们这个团队的胜利 那么此时此刻最想感谢谁 我最想感谢的 首先最感谢的就是这个平台 GCK 然后就是我的团队 我的兄弟 包括郑熟组 郑小亮 还有我的好兄弟赵国安 为了一付 他们对我的帮助 还有我前馆里面的兄弟 他们一直鼓励着我 对 我特别想说谢谢 还有我就想在我的团队里面 还有些小朋友 我也想给他们做一个好版样 有梦就去追 就去闯 对 大胆的去 永远不要放弃 那么其实这场比赛 对于李浩杰来说的话 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 因为可以轻装上阵 在他身上有太多的光环 那么放弃这光环之后 你也许会取得更加出色的成绩 那么对于你来说的话 那随着整个比赛 2022赛季的除量级的 不断深入 相信的罗天龙 也会有更加出彩的表现 女士们先生们 掌声送给 赛雷龙 罗天 罗 罗